幽娇娇少爷 今天温云初他们没来接你放学啊 适得了吧 雷哥你就别戳小少爷的伤心事了 现在谁不知道温家三个小姐追美院校草追得紧啊 谁还顾得上他这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啊 我没理会两个人的阴阳怪气只是缓缓起身 慢吞吞地收拾桌子上的书本作业 从小到大因为体弱多病的原因娇娇少爷 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号就没有离开过 不管走到哪里总会受到别人的嘲笑 未病搂子本少爷和你说话呢 你是聋了没听见吗 没有得到我的回话 刘磊恼羞成怒我课桌上的书本被他扫落一地 书包也被他夺了过去扔到地上不屑地蒙踩了几脚 我呆愣在原地看着沾上脚印的白色书包 不悦皱眉 刘磊极恨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响起 哼还真是好命明明是一个活不久的病秧子 不过是长得好看的点而已 也不知道温云初他们之前怎么想的 竟然那么护着你 我抬头冷眼看向刘磊道歉 呦呦呦病秧子竟然也有脾气了 打破了这个僵持的场面你们干嘛呢 温寒兴脸上满是怒气 气喘吁吁额头还有味擦干的汗 几丝被汗水打湿的碎发贴在脸颊上 是少有不顾形象的狼狈 似乎刚从什么地方匆匆赶来一样 他抬脚挤不上前细高跟踹在刘磊腿窝处 对方控制不住地哀嚎一声 而温寒兴则是弯腰帮我收拾散落一地的书本 刘磊大概没想到他会突然过来结结巴巴地解释 对不起韩星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是李仙玉对是李仙玉先 找我的麻烦的 温寒兴把收拾好的白色书包 非常自然地反背到自己肩膀上冷冷地看着刘磊 李仙玉他什么性格作为他亲美的我比你更清楚 你说他主动找你的事情你觉得我会信吗 温寒兴伸手自然地拉住我的手带着我往外走去 离开教室之前我回头看去恰好对上刘磊的视线 我挑眉学着他之前的样子 贼角勾起不屑地笑谁是小丑一目了然 对方眼神愤愤看到我的挑衅后 突然大声怒喊是墨镜词 因为我说你们去找墨镜词 不管李仙玉了他才对我发火的 温寒兴的步伐停了下来攥着我的手顿时一紧 紧到我有些疼 我皱眉挣扎着想要抽出手来 却在对方愈发加大的力道下失败了 就在我想要出声让他放手的时候 耳边却再度响起温寒兴的声音 他说就算是李仙玉先找你似的 那又怎样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李仙玉 你就直接滚出这个学校 文言我顾不得手疼骤然抬头看向温寒兴 只觉得这话有些奇怪 刚刚刘磊说我主动找事的时候 温寒兴没有信说我不会那样做 可是当刘磊说我因为墨镜词才找事的时候 温寒兴又信了 按照孩童最简单的逻辑来看 那个墨镜词于温寒兴来说 似乎比李仙玉与温寒兴更加重要 我看着温寒兴冷下来的神色 正正的想原来曾经那个说永远永远 都会把我放在第一位的小姑娘 心中已经有了比我更重要的人了 出校门的路上我低垂着头一路沉默 温寒兴物子说了几句话 突然停下皱眉烦躁看我他说李仙玉 你就不能像镜词那样幽默风趣一点吗 成天沉默寡言的和跟木头一样一点尽头都没有 因为又是身体亏损严重的原因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病念念的 甚至有时候话说多了都会引起发烧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嗓子胸腔一度疼到不能开口说话 温寒兴他们三人也知道我的情况 所以一直有特意照顾我 甚至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为谁让我多说了一句话 谁让我多笑了一下而洋洋得意 似乎那是什么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一样 他们甚至对我说我这是惊口预言 话少语重在他们那里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很有分量 可是自从墨敬词出现以后 温寒兴已经是他们三人中 第三个是我沉闷无趣的人了 我在想到底是我一如既往的沉默 惹了他们闲 还是墨敬词的风趣入了他们的眼 我抬头看了温寒兴一眼 仍旧没有说话因为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怎么说才能度过眼下这个不好的场景 然而我的沉默像是刺激到了温寒兴一样 他突然爆发 又是这样又是这样 李线玉你是没有长嘴吗 还是说只有面对温云出河 温然月的时候你才会有话说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们了 敬词说的果然没错 你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白白的浪费我的感情和心力 墨敬词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有些太高了 听得我有些心烦 但到底是和温寒兴有十几年的感情在 所以我压抑着烦闷和他解释 我并没有偏向谁 不管是云出还是韩兴你 你们在我心中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都是很重要的家人 那温然月呢 我愣住了片刻后才又遇到燃月他 也是家人只是 只是我对他多了一丝不该有的妄想而已 但是这话我却不能说 也不敢说我不确保自己 这个破身体能活到什么时候 又何必给健康的人徒增烦恼呢 然而我的话语却让温寒兴更生气了 他仰手重重地把书包摔到地上 脸上气急返校 行阿里献狱你可真行 明明十几年来 我什么事情都因你优先 我明明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却仍旧偏爱温然月 既然这样 那你就等着他来接你吧 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书包 又抬头看了看温寒兴 眉眼冷淡了下来 不用了 你们谁都不用来接我 我本来就可以自己回家之前 是你们非要坚持的 既然现在你不耐烦了 那干脆就停止这幼稚的活动吧 以后都不要来了 我的话出口后 温寒兴猛地一颤 嘴唇张合几下 似乎想要解释什么 然后下一刻 对方的视线去掠过我 直接望向了我的身后 我转身随着 对方的视线一起望去 指尖不远处 油门轰鸣声中 一道骑着机车的酷帅身影 游远即近 眨眼间就到了我们身边 对方潇洒白尾 车子滑过一道弧度后 停了下来 线长的手指掀开了 头盔上的镜片 车上的人 对着温寒兴帅气挑眉 心入手的机车 你之前不是说 一直希望被人用机车再一次吗 走啊我带你 温寒兴看了墨静词一眼 随后由于看向我 黑眸深沉 似乎隐藏了什么秘密 他开口问李仙玉 你想要我上车吗 我吹眸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反问他 我说不想你就不会去吗 机车油门轰鸣了几下 墨静词皮笑道李仙玉 他只是身体差 又不是什么没断奶的小孩 反倒是寒兴 你人家都那个态度了 向来骄傲的寒兴小姐 怎么 还尚赶着给人当奶妈呢 墨静词的激将法 很拐用温寒兴转身上车离开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机车从我身边经过时 油门似乎故意轰得很大 一处的车子尾气 引得我一阵咳嗽 车上的温寒兴 似乎反射性地回头看了一眼 可惜在将近六十脉的速度中 对方很快就做成一个小黑点了 我低头望向地上看着 又脏了一些的白色书包 默然站了好一会 才从繁杂的思绪中回神 我蹲下身去捡起书包 用力地拍打着上面的脏污 这是我刚上大学时 温寒兴送我的礼物 从设计到成型 都是他亲自参与的 我一直很珍惜 今天他却被人扔在地上 两次脏了两次 我想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他也不值得再被我继续珍惜了 谢玉少爷 我抬头对上王叔的视线 他不知道在远处看了多久 此刻望着我眼中有些怜悯 叹息一声帮我拿过书包 谢玉少爷别伤心了 我们回家吧 从前挤得很满的车内 如今却只有我和王叔两人 王叔似乎看出了我的低沉 和我解释 燃月小姐他们似乎接到了邀约 出去完了 所以今晚会晚点回家 我点了点头 问了一声算是回复 真是的小姐 他们之前明明 最不喜欢出去聚餐的活动了 三人都恨不得一天到晚 和谢玉少爷黏在一起呢 这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放学也不去接人了 回家也不一起走了 还抛下谢玉少爷多次出去 参加那什么老子的破聚会 跟换了个人一样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我拿起来看了看是温燃月 心脏没游来的快速 跳动了几下 我不游地想起了 前段时间我生日时 那阴差阳错的一吻 霸道的玫瑰花香味道 似乎又袭上鼻尖 带着那人独有的体香暧昧 又懵动撩人心弦 手指缓缓划过屏幕上的燃月二字 片刻后我按下了接通按钮 手机那边没有声音 很是安静 直到一道散漫的男生 想起他说李献狱 温燃月他喝醉了 抱着我不撒手 你能来天上人间酒吧一趟吗 心脏扑通一下 沉笔手掌不自觉钻井 刚刚所有的期待与酸涩 似乎在这瞬间 都变成了刺向我的尖刀 嘲笑我的自作多情 还不等我开口那道男生 又马上补充道 哦对了 温燃月说要你自己打车来 他不想家里人知道他在酒吧 说他爸妈知道了会教训他 不过 听说你之前晚上出过市 自此以后不敢独自外出了 你不会不敢来吧 心脏的刺痛感再度袭来 曾经我自己晚上出门 被人绑架用来威胁温燃月 我知道他们三个为了这一刻 已经辛苦太久太久了 我不能让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 所以我用尽一切办法 逃了出来 可惜因为身体不争气的原因 根本没有跑到大马路上 而是在深山老林中 就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当温燃月他们三人带着警察 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奄奄一息在ICU抢救了好久 才勉强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本就破烂了身体 却因为这次遭遇更加不堪了 温燃月他们自此之后 对我更是如同 对一岁的琉璃娃娃一样 恨不得时时刻刻看着我 我稍微咳嗽一下 他们就如同惊弓之鸟一样 大动干戈地拉着我去医院检查 也是这次绑架事件后 他们从不允许我晚上单独出去 就怕再出什么 他们无法承受的意外 手机里面再次传来墨镜次的声音 燃月别这样 大家都看着呢 莫名的我从中听到了 洋洋得意的挑衅感 我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王叔 手机没有开免提 所以他听不到墨镜次的声音 我往车窗外望了一眼 天色已经摸黑 我心中顿时犹豫 直到电话那边 传来温然月含糊的声音 他说羡愈我好难受 我膝盖疼 你一个人来接我好不好 温然月说 他膝盖疼 我便不能再犹豫了 所以我说好 我说我会去的 初二那年 班级里面 心来了一个转校生 一眼就看上了温然月 然而他苦追两个月 却仍旧得不到 温然月的一个好脸色 于是极度不甘的他 盯上了永远被温然月偏爱的我 并放出狠话 一定会给我一个教训 冲动惹出事来 得到温父温母 更严厉的训斥 从而受到更狠的欺压 所以也没有和他们说 我简单地以为 只要我永远都待在人群中 永远都不独处 就不会有事了 直到体育课的时候 老师让我和另外几个人 去器材室拿海绵垫 出器材室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把 我跌倒在地器材室的门 在我眼前 被人从外面关上 带走了门外的光 屋内很黑 鼻尖处全是灰尘的味道 一片静默中 我被人击中腹部 剧烈的疼痛感传来 让我顿时蜷缩在地上 被人狠狠打了几下后 本就虚弱的身体 更是强弩之末 似乎下一秒就是溃散一样 我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发了很用力地死死地 咬住那人的耳朵不放开 他疼得哀嚎骂人 拳头更加密集 器材室的门 被人从外面踹开 温然月交集着神色 往里面跑 看到我的样子后 直接气红了眼睛 当场和那个转校生 大抵是觉得丢了面子 恼羞成怒 竟然不管不顾地 掏出刀来要捅人 温然月为了保护我身腿 去揣锋利的刀刃去 直接扎进了对方的膝盖中 请客间温然月的裤子 便被红色浸染 还好这时老师们赶来 制止住了发疯的转校生 温然月不顾伤势 忍着腾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我身上的伤口 再知道我满口的血 不是自己的后 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转校生 被退学进了青少年劳改所 事情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是温然月的膝盖 却好像落下了病根 她也因此再也无法 站到心爱的跑道上了 所以是我欠温然月的 所以每次不管她 做了什么事情 只要她一具膝盖疼 我就会愧疚 就会心软 这次也一样不例外 我知道因为之前晚上 我被人绑架的事情 让王叔留下了心理阴影 他肯定不会放我一个人走 所以我说我要上厕所 让王叔停了车 然后下车打到出租车后 才打电话和王叔说 让他先走 我会自己回去 王叔果然着急地不行 之前因为身体原因 被温家三姐妹 明令禁止踏足的地方 在一片震天响的音乐声中 我找到了服务员 爆出了包厢号 她引着我往前走 到地方之后 服务员离开 我去拉门 门开了一个小缝 里面震天响的音乐 便钻进了我耳朵中 我努力忽略心脏的不是感 进了包厢 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中 寻找温然月的身影 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我 突然喊了一句 我去 李仙玉还真来了 有你的爱然姐 包厢内的音乐被人关了 灯光也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我也刚刚好找到温然月的身影 此时 墨镜瓷正当弯着腰身 一双有力的小麦色胳膊 还着温然月的脖子 两人离得很近很近 墨镜瓷脯唇中 咬着一截很短很短的pocket 看样子是要为给温然月 众人的视线 连同温然月和墨镜瓷的一起 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只是看着温然月的膝盖 担心又不减 我问他 然月 你膝盖不疼了吗 墨镜瓷看了温然月一眼 挑眉邪笑 伸手拿下了口中的pocket 塞到了温然月的口中 而后示威般的大手一捞 抱住了温然月 扭头看我 小然月你也真是的 让你玩个大冒险 你还真给人家骗来了 好了好了 愿赌服输就是了 你可以向我提任何一个要求 天色也不走了 快让人家娇娇少爷回去吧 本来身体就不好 别回头病了 再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 有人起哄 这可不行了 刚刚说了 不管燃姐喊谁来 都得闷了桌子上的酒 不能因为来的是个病秧子 就不做数啊 我抬头 看到墨镜瓷脸上 露出为难的表情 这不好吧 毕竟 墨哥你可以 怎么他里先遇就不行了 果然是个病秧子 和墨哥没得比 墨镜瓷大长腿一身 虚踹那人一脚 笑了 毕竟 我可不是没断奶 还需要别人护着的小奶猫啊 众人顿时都发出轰笑声 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看一只自讨无趣的猴子一样 我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 任由他们发笑 众人大概是觉得我的反应无趣 渐渐笑不下去了 墨镜瓷又看向温然月 声音调 逗 温然月 大家都这样说了 你的决定呢 我相信 大名鼎鼎的燃姐 应该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吧 温然月扒开墨镜瓷 起身 朝我走来 我看看她的膝盖 走路很正常 又看看她的脸 表情也很正常 没有露出以前的痛苦神色 所以 她说她膝盖疼 是在骗我吗 说谎骗我一个人 再晚上过来 就是为了赢得墨镜瓷的一个无偿要求吗 心脏处又传来密密麻麻的疼 我不懂 为什么这个墨镜瓷仅仅出现了十几天 就能赢得温然月这样对我 为什么十几年的情谊 敌不过他们十几天的相处 我看向温然月 嗓音压抑 问她 你的膝盖没事 温然月走路的动作一顿 莫名回头看了一眼墨镜瓷 而后才扭头对我调笑道 我也没想到陷雨这么单纯了 我一说就信了 我看向温然月的眼睛 静默片刻后 才自嘲般笑道 如你所愿 以后我不会这么单纯了 温然月脸色一变 吹在身侧的手微动 似乎想要伸手来拉我 但最后 她像是被强制性的停止了动作 似乎在与什么东西 努力做着抗争一样 我没深究的打算 转身 打算离开 却被淡下神色的温然月拦住了 既然来了 别让我在镜瓷面前没面子 把桌子上的酒喝了吧 我皱眉 心中愈发觉得难受 呵呵呵 那如果 这就是我的条件呢 我离开的动作 因为她这句话 猛然顿住 当初温然月得知自己的膝盖 被确诊为永久损伤 再也无法站上 她心爱的跑道上的时候 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 为了让她开心些 我和她承诺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答应她一个 不触犯法律道德的条件 且永久有效 温然月当时就开心了起来 几年过去了 她却始终没有提过任何条件 我每次问 她都说这个机会太宝贵了 她要珍惜 她在我面前丢面子 要用掉这个条件 温然月弯腰 端起桌子上高浓度的酒 递到了我面前 那 喝吧 熟悉又霸道的玫瑰香味袭来 然而此刻 我却只觉得苦涩 再没有之前的心动感 我吹眸 望向她手中的酒 片刻后 伸手去接 可是温然月却没有放手 她眼神中 有着我看不懂的挣扎 直到墨镜次喊了一声 怎么了小燃月 你该不会心疼了吧 拉扯的酒杯终于被人放开 落到了我手中 我把杯口凑到唇边 憋气 仰头 活辣刺鼻的液体 争前恐后地涌入我的口腔 嗓子 和胃中 液体越涌越多 越涌越快 我被呛辣得只咳嗽 嗓子又辣又疼 胃里翻涌着 让我很想吐 终于 满满的一杯酒 被我尽数喝了下去 手中的酒杯落地 一声清脆响声 碎了满地 我听见墨镜次调笑的声音 她说 我听学校里面的人说 你对这个病秧子宝贝得很吗 现在一看 吃 她 全当养个宠物都去玩玩罢了 你会对一个宠物动真感情吗 况且 遇到你墨镜次后 我才发现 李仙玉这个病秧子 是真的没有精 哪有你带给我的乐趣多 也不知道我前面十几年 是怎么忍过来的 我踉跄几步 在倒地前 突然被人稳妥地接住 手臂传来拉齿感 我听见温然月震惊又愤怒的声音 燕木青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被人扮还住 被好闻的戴牙古墓松香味环绕 莫名的 竟然感到一种熟悉安心感 迷惑中 我听见温然月强势道 李仙玉 过来我这边 她的声音中 似乎有着我不懂的惶恐和害怕 我第一次忽略了温然月 想要抬头 看一看身后的人 明明包厢里很寂静 落真可闻 但我却感觉耳边轰鸣声一片 吵得我头疼 我抬头的动作被人轻柔制止 带着凉意的手指 抚上我的太阳穴 轻轻地按摩着 头痛感也因此好了很多 身后的人出声 带起胸腔的微微震动 我也听传闻说 青大美院校草帅得人腿软 现在一看 哪是帅得人腿软啊 怕是欠的人想山吧 我看到墨镜茨脸色变得难看 不复以往是在必得的高高在上感 第一次 有人在我和墨镜茨之间 选择了前者 可惜 不争气的身体过于虚弱 眼前已经一片模糊 我最后还是没有看清身后之人的模样 就晕了过去 再睁眼 是在布满白色的病房 耳边传来噼里啪啦 敲键盘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巡视病房 却没有发现心中期待的身影 莫名的 一股失落感洗上心头 我扭头向旁边看去 正对上温云处的视线 他皱着眉头 神色不满地看我 李仙玉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本来最近公司就有够忙的了 你还给我找麻烦 病房被人从外面推开 温寒星冷着一张脸 嘴角挂着嘲讽地笑 姐 人家现在翅膀硬了 我们可管不了了 自己身体什么样 自己不清楚吗 还敢跑去喝烈酒了 别回头针对了这条 温寒星 温云处冷声斥责一声 打断了温寒星 接下来的话语 对方撇撇嘴 不说话了 我躺在病床上 嗓子很疼很疼 静静地听着两人的指责 我开口 嗓音前所未有的沙哑 不会再有下次了 不会再有下次了 因为唯一的条件 已经被温然约用掉了 温寒星冷吃一声 你还想有下次 果然 镜瓷说的没有错 你根本没有表现得那么干净 温云处捏捏眉心 语气疲惫地说 谢玉 你是该和静瓷好好学学了 最近太没有规矩了 我皱眉 看向两人 静静审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墨静瓷出现之后 我好像一直在被指责 温云处说 你能不能和静瓷好好学学 做个规矩的人 温然约说 你就是宠物 没静得很 哪里比得上静瓷有趣 温寒星说 你就不能活泼一点吗 沉默寡言的 哪里有静瓷好 他们喜欢那个墨静瓷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何必要拉出我来抬高对方 就在我想要说话的时候 病房门再次被人从外面打开 我抬头看去 是温然月和墨静瓷 墨静瓷难得的善解人意 当了一回男绿茶 哎呀 好了云出 你就别说谢玉了 是我和温然月打了赌 才连累的谢玉喝酒的 但我也没想到 谢玉一个大男人 竟然会这么的 柔络无力 温云出冷冷的声音响起 不管你的事 李线玉是该长点教训了 没有你 我也要说他温云出在 为墨静瓷开脱 而我的视线 却凝固在墨静瓷 戴着的围巾上面 那是温然月18岁生日的时候 他撒娇缠了好多天 才让我给他亲手 织出来的围巾 我不太擅长 这种精细的手艺活 一开始总是把毛线 弄得一团糟 解毛线就要解半天 但温然月一点也不着急 他笑着 陪着我 手把手地教我 常常一弄就是一下午 到了最后 温然月的织围巾技术 已经炉火纯青了 我却看看只学会了打劫 温然月亲手给我织了围巾 织了帽子 甚至织了毛衣 但是刚满18岁的温然月 向我求的一个围巾 我知道了她的19岁生日 才亲手交给她 收到围巾的温然月 开始很高兴 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高兴得过了头 她又突然抱着我 哭了起来 她说 谢玉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条围巾的 我要把它供起来 人在围巾在 大概是我的视线太直白了 墨镜瓷也低头看向了围巾 她笑着 问我 怎么了谢玉 我这条围巾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我摇了摇头 收回视线 她便随意地摘下围巾 不在意地把围巾 随手扔到了一张椅子上 围巾太长 边缘处的碎碎拖了地 我看了一眼温然月 对方此刻满眼都是墨镜瓷 没有分给掉在地上的围巾丝毫视线 墨镜瓷又看着我笑道 我家里还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围巾 就是织工实在太差了 让我拿来做狗窝了 我想着谢玉先生喜欢的话 回头洗洗送给谢玉先生一条呢 说着话 墨镜瓷突然顿住 目光看向温云除和温寒星 挑眉笑着问二人 温云除和温寒星 你们应该不会介意 我把围巾拿去做狗窝吧 两人都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温寒星更是直接皱眉 做狗窝还是做猫窝的 你自己处理就好了 问我们做什么 于是我便知道了 温云除和温寒星 也和温然月一般 不在意我送给他们的礼物了 当初知道我送给温然月围巾后 两人不满地闹了好久 生生地磨着我又织了两条 一模一样的 结果现在 我曾经熬红了眼 织出来的围巾 成为了被人看不上的东西 我嘴角控制不住地勾起 一抹嘲弄的弧度 果然 人的诺言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待了一会 墨镜瓷要走 于是温云除他们三人 都连忙站起了身 似乎是暗地里争抢着 都想要去送墨镜瓷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 要留下来陪一陪我这个病人 离开之前 墨镜瓷笑着看我 他说 谢玉先生 你该好好养养身体了 不然这样若气 以后小心找不到女朋友 可是 我却偏偏又听到了另外一道声音 也是墨镜瓷的 他说 什么后宫文团宠男主 战斗力也就这样吧 等回头我再掠尸小记 就让三个女主彻底咽弃了他 机械的声音凭空响起 似乎在回答他 宿主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这个世界已经折了几十个攻略者了 有点玄乎 我愣住 然而不等我再去细听 耳边就响起了 温云出赤则的声音 他说 李仙玉 镜瓷在和你告辞呢 哑巴了吗 不知道回话 迎着墨镜瓷笑嘻嘻的视线 迎着温然月和温寒星 不赞同般的反驳视线 我突然感觉有些厌烦 我不太想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 只想让他们赶紧离开 所以我妥协道 对不起 再见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关上了 只有一个人的房间 激进的厉害 但是我却莫名的比刚才安心了许多 因为墨镜瓷离开了 温云出他们也离开了 我便不会再被人比来比去 被人当成垃圾一样的嫌弃了 一片激进中 我又想到了酒吧中 稳妥接住我的那个人 如果没记错的话 温然月似乎喊他 叶木青 叶木青只是轻轻地念一下这个名字 心脏竟然反射性地难过起来 似乎在我不知道的曾经 这里已经为那人难过了千次万次一样 出院后 我一直安安静静地 和温然月他们都保持了距离 这天上完小提琴课后 我很高兴 因为刚刚在课上又被老师夸了 他说我的拉琴技术又进步了 已经有资格在接下来的全国赛中 争取冠军的席位了 因为身体的原因 很多常人看来平常的活动我都不能做 小提琴 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 回到家后 在客厅里面遇到了温云出 他似乎很疲惫 脸色很差 半躺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 长发下垂 遮住了半边脸 额头上面还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想起最近的传闻 好像是温妇带回了一个私生子 还直接把那个私生子 安排到了公司高层的位置 温云出为此或温妇闹得更加僵硬了 圈里的人都说 温妇和温母是商业联姻 在结婚之前 两人都有各自的想念对象 却迫于家族压力 两人双双分手 组成了一对院偶 故而温云出他们三个人的存在 在温妇温母他们看来 现在父母厌恶不上心 他们便也跟着欺负小主子 印象里 三人小时候都是瘦瘦小小的 像是地里发育不良的小白菜一样 惹人心疼 第一次见面时 他们真的好像我刚刚捡到的那只小兔狗 都是伤痕累累 满眼的戒备 三人手牵着手 似乎不允许任何人踏足他们的领地 我那时心疼自己捡到的小兔狗 连带着也心疼上他们 经常找他们玩 后来 我养了好久的 已经开始对我敞开心扉的 会咬尾巴逗我开心的小兔狗 莫名其妙的死了 我妹妹不乐了好久 温云初他们三个人便一起抱着我 安慰我 让我别难过 父母后来想要再给我买一只小狗安慰我 我却不要了 因为我已经有温云初他们了 可惜啊 现在 我不想再拿他们当家人了 我抬脚 没理会沙发上的人 打算上楼回房间 可是等我从沙发旁边经过的时候 温云初却突然惊醒 猛的伸手 用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力气比之前温寒星生气时的力气还要大 手腕要被钻断了一样疼 然而此时 我却不敢动弹 因为温云初的状态 似乎很是不对劲 她的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狠力与冰冷 神情茫然又混乱 似乎随时都会拿刀砍人一样 我忍着疼 低头皱眉看她 声音冷淡 放手 不知道是我的声音起了作用 还是温云初从梦眼中缓了过来 她握着我手腕的力度忽然放松 温云初忽然起身 用力地抱住了我 抱得很紧很紧 她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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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有事的 我们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保证 温云初把头埋在我的井窝处 没意会 脖子上就一片湿漉漉的感觉 温云初竟然哭了 我直接呆愣在原地 难得得有些无措 在我的印象里 温云初很少有少女的脆弱 她一向是严肃的 骨板的 坚强的 像是一座巍峨的大山 沉默着 屹立着 用自己知嫩的肩膀 帮温燃月和温寒星 挡着外界的风风雨雨 温云初从来都没有哭过 就算是被温母嘶吼着 拿白瓷茶杯 砸得满头是血 也没有落过一滴泪 所以刚刚到底是梦到了什么 才引得她情绪如此外放 静静地抱了一会后 温云初主动放开了我 她抬头 和我静静对视 这一刻 我们之间好像又回到了墨镜茨 没有出现之前的状态 我们之间 是彼此最特殊的家人 仙玉 后终究还是心软了 我走向厨房 开始依次找出 做酒酿园子的材料 因为温云初喜欢 所以冰箱里面 一直备着齐全的原料 我坐着园子 思绪却不知为何 控制不住地 飘到了很多年之前 那时我高烧刚好了没几天 身体虚弱无比 每个人的目光都很奇怪 他们看着我的目光中 透露着可怜 惋惜 却又好像是幸灾乐祸 占了上风 他们说多可怜啊 这孩子 父母为了赶时间送他去医院 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 为了保护他 双双失了性命 偌大的家业 也全都白白地 落入了他人手中 他们又说 这孩子指不定是灾心呢 要不是他 他父母也不会死 好不容易就回来了 人还毁了 以后一场不注意的小感冒 都可能要了他的命 要我说 他父母当初 还不如不管他呢 我不敢相信 捂着耳朵 不想听他们的话 当时仅有六岁的我 只想要爸爸 想要妈妈 可是不管我怎么哭 怎么伤心 以前总会第一时间 出现哄我的爸爸妈妈 却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 后来还是温云初 他们三人一直陪着我 安慰我 帮我教训 所有说我坏话的人 才让我慢慢地走了出来 后来温云初生日那天 温母破天荒地回了别墅 还做了一顿酒酿园子 那一整天 温云初都很高兴 数着时间 期待着吃饭的点 但是晚饭的时候 餐桌上并没有出现酒酿园子 温母也没有留下吃饭的意思 收拾一番后 拿着一个饭盒 要往外走去 温云初大着胆子拦住对方 渴望的视线 落在那个精致的石盒上 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 妈妈 酒酿园子 不是给我做的吗 就是这么一句话 却莫名惹怒了温母 她直接拿起茶几上的白瓷茶杯 重重地砸到了温云初的脑袋上 温云初被砸了满脑袋的血 但是温母却丝毫地不关心 她的眼中 甚至蔓延上了一丝快意 她朝着温云初吼 你已经有了正牌的身份了 还想要什么 因为你 我的小乖都不能公然出现在人前 小乖已经够可怜的了 如今连一份酒酿园子 你也要和她抢吗 也是那一天 温云初他们才知道 原来他们的母亲 背着他们 在外面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她叫她小乖 她会带着她去游乐园 她会亲手给她做酒酿园子 她把满腔的母爱 都给了那的小乖 而温云初 只是喊她一声妈妈 都会得到她歇斯底里的指责 温母留下满头写的温云初 连个120都没有打 滴溜着石盒离开了 我和温然月温寒心哭着 伸手按着温云初的额头 努力地帮她止血 四个年龄都没有超过十岁的小孩 在空荡荡的别墅里面 面对着满地的血 害怕又无措 后来 我不顾烫伤 不顾刀伤 学了酒酿园子的做法 我厨艺很差 不会做其他的饭 但酒酿园子 我却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好 比温母当初做的 还要相上千倍百倍 我告诉温云初 没事的 只要她想 我可以随时做给她吃 任何时候都可以 不是非得再生日那一天 温云初当初那时 也像刚刚那样 抱着我不撒手 温然月嘲笑说她眼红了 她没有反驳 只是抱着我的力度又紧了紧 锅里面咕嘟咕嘟地响着 酒酿园子的香味 已经散发了出来 我捞出酒酿园子 刚刚想要盛到碗里 就被不知何时 靠在厨房门框上的温云初阻止了 放到石盒里面吧 我一会还要去公司 我点了点头 放下碗 拿起了温云初惯用的石盒 温云初拿着石盒离开了 温然月和温寒星仍旧没有回来 他们最近好像都很忙 忙到一整个别墅里面 险敌都无比的空档 我又练了一会小提琴 然后接到了温云初助理的电话 他说温云初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落在了家里面 让我帮忙马上送过去 助理的语气听上去很急 所以我没敢耽误时间 拿了东西 让王叔开车送我过去 到了公司后 前台看着我 神色有些奇怪 一番纠结过后 对方还是引着我 上了温云初他们的专属电梯 到了地方 前台离开 我也没有看到助理的身影 我记得温云初的办公室在哪 他曾经带我来过 他耽误时间 我循着记忆中的路线 小跑着 到了地 温云初办公室的门 开了一个小缝 敲门之前 我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看到墨镜慈坐在温云初对面 手里端着一碗酒酿团子 他吃了一口 然后直接吐到了垃圾桶里 嫌弃的皱眉 呸道 这也太难吃了吧 你怎么会喜欢吃这玩意 温云初没有理会被吐到垃圾桶里面的园子 而是无所谓的对墨镜慈说 不喜欢 就别勉强自己吃了 再给你吃坏了 墨镜慈哼哼两声 突然拿起石盒 阿里面的所有酒酿园子 都倒进了垃圾桶中 这么难吃的东西 喂狗狗都不吃 你干脆也别吃了 改天我给你煮粥喝 我煮的白粥 可好喝了温云初 屁文件写字的手顿住了 他看着垃圾桶 长久的没有动作 我也跟着他看 看着我的心意 被人毫不在乎的丢弃 我听见墨镜慈开玩笑般的问温云初 喂 你不会因为我到了那个快死的 冰秧子做的酒酿园子 就生气了吧 我看到温云初收回视线 脸上仍带着温柔笑 他伸手 牵住了墨镜慈的手 嗓音柔 软 说 怎么会 惹你反胃的脏东西而已 扔就扔了 有什么心疼的系统 你看 我就说我三天就能拿下温云初吧 现在我把李仙玉做给他的 他最爱的酒酿园子扔了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想来那个李仙玉 已经对我够不成威胁了 宿主 你还是再小心一些吧 我用积分兑换了一次补挂 挂象很凶险 我还是怀疑这个世界有问题 之前幻听到的声音又出现了 而此刻 我却顾不得他 只是盯着垃圾桶 想着 浪费粮食是不好的 浪费别人亲手做的心意 是不好上家不好的 我想 我以后 都不想要再做酒酿园子了 我又想 我以后 也不想要再制围经了 我没有开门打扰 距离越来越近的两个人 而是把文件放在办公室门口 转身离开了 走远之前 我又听见墨镜词的声音 系统 你就是多心 这样吧 三天后的爬山活动 我会让李仙玉 彻底出圈 到时候你就能安心了 出了公司后 我突然被一个可爱的网友拦住 他给了我一张传单 是宣传设计游戏的 我本来没有心情搭理 却突然看到了奖品 竟然是我抢了好久 都没有抢到的限量版小提琴模型 我瞬间心动 就连刚刚的烦心事都散了很多 跟着玩偶到了游戏点 玩偶递给我一条猛眼的黑布 示意我戴上 我有些犹豫 但一来 周围人来人往 绝对不是绑架的好地点 二来 是很奇妙的直觉 我觉得这个玩偶 不会害我 片刻后 我被人从身后怀住 但是那人很注意分寸 除了握住了我拿枪的手之外 没有任何允许行为 我侧手 不自在地躲了躲 喷 我的疑问和枪声同时响起 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声音很是熟悉 我吓了一大跳 赶紧挣脱摘下了猛眼布条 不远处 刚刚出公司的墨镜瓷狼狈的捂着 刚刚踩到了酒酿园子的右手 表情痛苦 放心 玩具枪而已 不会出事的 所以现在 心情有好一些吗 心脏因为刚刚的金句 还紧张地快速跳动着 我回头 入目是一张极为惊艳的脸 阳光透过树叶 斑驳地照在那人身上 于是那人 便也好像成了光源体 让人一眼难忘 但是莫名的 我有些想哭 为他周身过于孤寂的落寞感 叶木青低头 轻轻地抵住我的额头 目的笑开 别伤心 再丢我一点时间 很快让你烦心的一切事情 都会消失回到家时 我肚里多了一个小提琴模型 满脑子都是叶木青的话语 甚至挤不出一点情绪 去为微晕出的事情而伤心 两天之后 我得到了好消息 我的小提琴出赛视频过了 只等半个月后 去参加复赛 都忘了 直到晚上的时候 餐桌上难得聚起了四个人 我坐在座位上 竟然有了些拘谨 明明之前的18年 都是一起吃的 可是微晕出他们这次 不过18天 没和我一起吃饭 再次相聚 我竟觉得这幅场面 有些陌生了 饭桌上很安静 只有碗块碰撞的声音 没有人说话 我胃口本来就不太好 线下更是没有心情吃饭了 刚打算打招呼 离开饭桌 就被微晕出叫住了 他说 尽此喊我们明天去爬山 特地让我们叫上你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我想起之前对方 和那个不知名东西的对话 害怕到时候真的出什么事情 于是摇头拒绝 我过段时间 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 这段时间想留在家里面练琴 哪里也不想去 我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三人便都冷下了脸色 很害人 温然月冰冷的声音响起 他说 尽此的邀请 哪轮得到你拒绝 我们这是通知 不是询问心脏 还是为这一句话折腾了一下 但是远比之前要好得多 毕竟自此上次烈酒事件后 我就没有再对温然月 抱有不该有的奢望了 或许前几年 真的被他们过于偏爱 导致我现在很不适应他们的冷漠 我其实想说 他们喜欢墨镜词 那去追就好了 我不会阻止 也不会妨碍到他们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墨镜词 屡次质责我 贬低我 侮辱我 我不是他们讨好墨镜词的工具 温然月三人都忽然都起身 脸上蔓延上仓皇和惊慌 我伸手 才发现自己流了鼻血 我捂着鼻子 冷淡看他们 我说 我不去 我不想去爬山 更不想去见墨镜词 于是 他们脸上的担忧 便统统转换成了愤怒 他们说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真以为你是温家的主子吗 不过是我们养的一个小宠罢了 镜词要你去 你不去也得去 曾经我一咳嗽 他们都担心的三天吃不下去饭 恨不得把天上的心情捧给我 现在我满脸的血 他们却说 你不过是我们养的一个小宠罢了 墨镜词要你去 你就必须得去 我转身 指甲刺进了肉中 血滴啪啪一下 滴落在地板上 手也很疼 我听见自己说 我知道了 我会去的 是的 我会去的 我会帮他们完成墨镜词的心愿 还了他们这十几年对我的好 然后搬出去 一个人 身边再也没有他们 也再也没有墨镜词 或许 我可以再养一条小狗 一条真的 独属于李仙玉一个人 永远都不会背叛李仙玉的小狗 动物有时候 比人可忠心多了 想着想着 我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 嗓子很疼很疼 脑袋也难受 恶心的想要吐 但是门外 却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 很大力 一直不停 我忍着难受 穿好衣服 开了门 温寒星催促着 不耐烦着眉眼 怎么这么 你脸怎么这么红 我还猛着 温寒星突然上手 摸了摸我的额头 然后骂了一句脏话 靠 怎么这么烫 赶紧走 我带你去医院 我被人披上了后外套 温云初和温然月 也满脸的焦急 三人带着我就要去医院 直到温云初的手机响起 我们停下来脚步 片刻后 温云初还是接起了电话 温云初开了免提 于是墨镜词的声音 从手机里面传了过来 他说 你们怎么还没有来啊 我都已经到山脚下了 你们不会放我鸽子吧 温云初没有马上回话 他的视线落到了我身上 温然月和温寒星 也跟着他看我 我烧的脑袋迷糊 意识不清 迷糊中和温云初对上视线 温云初看我片刻 眼中似乎有着我无法理解的深沉与悲伤 他忽然伸手 用力地抱紧了我 他在我耳边 轻声道 对不起 仙玉 你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就好 然后 我听到了温云初温柔的声音 他对着手机那边 和墨镜词说 不会放你鸽子的 我们马上到 你们带上李仙玉了吗 我看到温然月接过手机 说 带着呢 你想要他去 他就算发烧了 生病了 也是要去的 于是 因为墨镜词的一通电话 他们更改了目的地 原本要去医院的路 变成了去山脚的路 车上 我被人为了两颗药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直到耳边切实想起 墨镜词的声音的时候 我的意识 才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睁眼 正好对上他看我的视线 哎呀 那仙玉发着烧 还能陪我爬山吗 然后 他脸上又露出为难的神情 虽然我很想让仙玉休息 但是我来之前都发朋友圈了 如果最后山没有爬成的话 我会很丢人的 不知道是温云出三人中的谁 说了一句 他说 那就爬吧 带着李仙玉一起 不能让镜词丢脸 不能让墨镜词丢脸 于是我便被人从车里拖拽了出来 吹着冷风 难受着身体 陪着他们一起爬山 到了山腰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真的不行了 脚踩到地上 就和踩在棉花糖上面一样 软乎乎 飘悠悠的 像是随时就能起飞 脚下一个踏空 模糊中 我看到了温然月 他们似乎要来扶我 直到旁边传来墨镜词的一声轻呼 伸到半空中的三只手都转了个弯 朝着墨镜词而去 只是随便叫了一声的墨镜词 被三人牢牢地护住 生怕他受到一点伤 而真正踏空的我 无人问津 然后在彻底滚落下台阶前 被大捕冲过来的人 牢牢接住 熟悉的松香味传来 心脏便也跟着安定了下来 离乎中 那一瞬间 我脑海中 竟然莫名闪过了 好多好多次 被艳牢牢接住的画面 有的是在马路上 被他抱着躲车 有的是在轮船边缘上 被他拉住手腕 有的是在深水中 被他抱着编度氧气 便往岸上游去 我瞪大眼睛 疑惑差异于脑海中的画面 因为我确定 从小到大 我从未有过记忆中的经历 可惜 不等我再回忆 那破碎的画面便一闪而逝 再也寻不得丝毫了 似乎刚刚的一切 全是我自己的妄想一样 我站稳 抬头 迎着有些刺眼的光 往上看去 曾经说会偏爱我一辈子的三个人 如今 却都在围着墨镜 此虚寒问暖 光影分界中 他们在阳面 我在阴面 几步台阶之隔 却界线分明 也好光了我们曾经将近二十年的感情 哈哈 系统 好好笑啊 那病秧子差点摔个狗吃屎 还愣愣地往这边看 好像路边没有人要的流浪狗 可惜啊 他不知道他的三个青梅 都已经爱上我了 再也不会管他了 亏你之前还那么担心 说这个世界的任务奖励太过于丰富 还担心有陷阱呢 现在看来你就是多心了吧 就是叶木青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明明是后期的女反派 怎么会在现在突然出现 还对这个病秧子那么特殊 不管我怎么勾搭 好感度都不长 甚至用了道具都没有用 他身上的积分比温然月三个人加起来都要多 好想要啊 县玉 你这身体怎么和女人一样啊 总要人接着抱着才行 我看你这以后 找女朋友怕是不行了 给找个男朋友来疼你啊 墨镜次侮辱心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突然哀嚎一声 叶木青漫不经心的收回手中的登山棍 欣赏般的看着墨镜次脸上的红印子 满意点头 然后垂眸 疑惑问我 你说说 怎么会有人嘴见到连棍子都看不下去呢 我握都握不住 非要挣扎着上去给一嘴巴子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墨镜次刚刚还得以无比的脸色 此刻黑了个彻底 偏偏刚刚给围着她嘘寒问暖的温家三姐妹 此刻都愣愣的看着我和叶木青 根本没注意到墨镜次的情绪变化 直到墨镜次冷着脸说她渴了 温云出三人才如梦初醒 争先恐后的要去给她买喝的 温然月离开之前 看向叶木青 一起去吧 现月应该也渴了 正好我也有事情和你聊聊 叶木青扭头看我 想喝什么 要不要本小姐背着你亲自去选选 我可是一直都有好好锻炼 就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某个人的夸奖吗 我幽然间红了耳尖 怕其他人看出一样 便敷衍地说了一瓶矿泉水 让她赶紧离开了 我被叶木青安置到了凉亭的椅子上 离开之前 她又给我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提琴模型 上面一笔一画 刻着我的名字 我心思一动 抬头看她 她弯腰 和我对视 眼中带笑 那 是我亲手做的 不许嫌弃 不然 我心情突然开朗起来 存心逗她 便也笑着反问 不然怎么样 她鼓起腮帮 难得的可爱姿态 语气很凶 但话语很耸 不然本小姐就继续重新做 直到做出让你满意的作品来为止 我又笑了出来 我发现 每次叶木青出现 都会让我无比的开心 不远处 温然月神色冷淡 语气很冲的质问 还走不走了 我看了她一眼 握紧了手中的模型 不在意的挪开了视线 欲光中 对方拳头紧握 眼神死死的定在我身上 似乎我做了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情一样 叶木青几人 她本来长得很帅气 但在脸上红硬的衬托下 此刻却莫名有些搞笑 她说 李仙玉 你恶不恶心啊 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 还像个没断奶的娃一样 被晕出他们照顾 你以前不会就是靠着这娘气的一套 引个温家三姐妹 对你欲罢不能的吧 因为那个未知系统的原因 我不欲和她争执 故而起身 想要离开这里 墨镜茨伸手 拦住了我的去路 喂 你没长耳朵啊 是冰秧子又不是笼子 都还没有回本少爷的话呢 谁准你离开的 我没理他 只是冷淡绕过他 继续往外走 墨镜茨被气得脸色扭曲 他又和那个我看不见的东西说话了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冰秧子很喜欢小提琴吧 哼 我要他从今往后 多拉布了小提琴一下 墨镜茨的话让我心中惊恐 他突然高高地抬起了手 想起之前那些欺负我的人的动作 我下意识地抬高手臂阻挡 然而 墨镜茨落在的手没有打在我的脸上 只是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往外用力一拽 然后对方松开手来 这处是一个斜坡 因为这个动作 墨镜茨没有站稳 我下意识地伸手要去抓住他 却晚了一步 他倒在地上 身体一路下滚 然后手腕重重地 磕在了一处台阶冷角处 刚刚回来的温云初 他们刚刚好看见了这个动作 在他们的视角看来 是我把墨镜茨推下去的 温然月扔掉饮料 顿时疯跑过来 我苍白着一张脸 转头看他 我说 不是我做的 是他自己 是墨镜茨自己故意摔倒的 啪倒的一声 我被人打了一巴掌 头控制不住地往一边偏去 温然月还停在半空中的手颤抖着 他说 闭嘴 我们都看到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污蔑镜茨 我抬头 求救的视线 望向随后赶来的温云初和温寒星身上 我固执地解释着 真的不是我推的 是他自己 我想抓住他 没 没说完的话又被人打断 温云初看着我 眼神中一片失望 他说 李仙玉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 以前真是我看错你了 温寒星扭过头去 嫌悟到不肯和我对视 他甚至愤怒到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他说 李仙玉 你真的让我们很失望 要是镜茨有什么好歹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还躺在地上的墨镜茨身 迎着 嘴里喊着疼 温然月转身 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背起了地上的人 满眼的心疼 轻声细语地哄着 温云初和温寒星也为了上去 他们说 先带静茨去医院 做个全面检查 下山的缆车只有一个了 而一个缆车最多只能坐四个人 所以理所当然的 我被扔下了 温云初他们抱着墨镜茨 坐在缆车上 回头看我 他们说 李仙玉 你真的该长点教训了 我们陪静茨去医院 你自己想办法下山回去吧 我想说 可是我不认识路 我又想说 我还发着烧 很难受 一个人不行的 可是我又一想 温云初他们三人知道我不认路 他们也知道我正发着烧 他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只是故意扔下我 想要帮墨镜茨出口气罢了 于是我闭上了嘴 墨镜茨被人小心地抱着 坐在缆车里面 背着温云初他们嘲笑着看我 他张嘴 比了口型 祝你幸运 保护好你娇贵的双手 我突然很惶恐 想叫住温云初他们 但缆车却慢慢地在我眼前变小 变成黑点 直到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内 我摸了一圈 身上没有手机 也没有钱 坐不了缆车 也顾不了教父 我想要找燕木青 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爬山下山的人也越来越少 寂静中 山上的蛙叫虫鸣声 也越来越明显 心中越来越恐惧 脑子也越来越不清晰 温染着脑袋的疼 加快了步伐 终于 前面传来了光亮 我以为那是终点 所以兴奋地朝着那处小跑过去 然后被人捂住了嘴 被人发狠地往草垛里面拽去 手电筒掉在地上 混乱中被踩了几脚 我以为是终点希望的光 便也阴灭了 尖锐的石头 被人一下又一下地 砸在右手的手腕处 刚开始很疼 疼到我咬的嘴唇血肉模糊 到了后面 手腕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感受不到我的手存在了 我们献玉 就是最棒的 老师期待你取得冠军时 站在颁奖台上 闪闪发亮的样子 到时候的献玉 一定会要演到 让人舍不得一开目光 可是老师 献玉做不到了 献玉再也不能拉小提琴了 也再也没有机会站到舞台上了 冷啊 好冷 浑身上下都好冷 别管是谁 求求了 救救我 来个人救救我 好不好 彻底运过去之前 我似乎听到有谁 在仓皇地喊着我的名字 献玉 李献玉 醒一醒 别睡 不准睡 爸爸妈妈 是你们吗 是你们来接献玉了吗 献玉这些年很听话哦 别再抛下献玉了好不好 在睁眼后 我仓皇着 努力要去看自己的手 我在心里面安慰自己 之前那个 一定是梦 我的手还好好的 我还能参加比赛 献玉 别激动 不可能治好的我扭头 是燕木青 她看着我 眼眶红得厉害 唇上全是被咬出的肾血牙印 手腕处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疼 我扭回头 呆愣着 直勾勾的盯着熟悉的白色天花板发呆 直到病房门被人从外面用力打开 现雨 温云出生妻妾 看看我被包扎得像个粽子一样的手腕 又抬头看看我 眼神中似乎是悲痛的无以复加 温然月更是红了眼 直接发疯 谁干的 告诉我是谁干的 我去杀了他 温寒星小心翼翼的靠近我 大颗大颗的掉着眼泪 他问 现雨 你疼不疼 一股怒气凭空的冲上我的大脑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拽着枕头一下子扔到他们身上 歇斯底里的喊着 滚 都滚 你们都赶紧滚了 我不想看到你们 我再也再也 不想看到你们了 现雨 对不起 是我们错了 但是你别这样 小心你手上的伤 温然月躲着东西 要来抱我 我直接一口咬到了他手上 很深很用力 请客间就渗出了血迹 温然月僵硬着 不敢动 我松开嘴 用力的干扰着 现雨 他又想上前来扶我 被人直接拦住 喂 你们三个是笼子吗 李现雨说让你们滚 没听见吗 三人似乎这才注意到 病房里面还多了一个人 燕木青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现雨根本不会出事 我抬头 看向三人 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冷淡 都现在了 你们还在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 别叫我现雨 也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们真让我恶心 三人都一副心碎的要死了的模样 被燕木青踹出了门 滚滚滚 都赶紧滚 不管留在这里恶心谁呢 病房门关上后 对方眼睛亮闪闪的看我 骂了那三个畜生 可就不能骂我了 当然 要是骂我几句 能让你心情好上一些的话 我这里就几万条组案余录 待会发你 我看着燕木青 第一次 问出了之前 一直没有敢问的问题 我们以前 认识吗 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 对方像只骄傲的小狗 抬头挺胸 当然认识了 小时候我们父母 还定不娃娃亲呢 我摇头 对不起 我不记得了 六岁以前的记忆 我都不太记得了 燕木青文言 愣了愣 又突然咧着嘴笑道 没关系 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回忆 病房里响起叮咚声 燕木青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脸色突变 我沉默着 片刻后 又问他 你说人的感情 真的能变得那么快吗 燕木青脸上 还残留着我不懂的狠粒与冷酷 和我对事后 他神色骤然温柔下来 轻声来抱我 他说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确定 起码对于燕木青来说 认准了一个人 便是生生世世 燕木青扭头 摇着手机 对我笑 所以 要不要来看看好东西 解解压 视频点开 里面是墨镜瓷 被包扎成木乃伊的样子 对方鼻青脸肿 根本看不出以前的帅气来 要不是我对他印象深刻 此刻也不一定能认出 这个猪头是他 我瞪大眼睛 他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记得当初 明明只伤了手 燕木青看着我 俏皮歪头 大概是人太欠揍了 招人恨吧 希望他以后 走在路上多注意点 不然以后 怕是总要倒霉 接下来几天 燕木青一直 亲力亲为的照顾我 温云初他们三个 轮着来过几次 都被燕木青骂走了 因为温云初 他们今年累月说教的原因 我其实是很害怕 和陌生人相处的 但是燕木青不一样 从第一次见他 他就给我一种 很安心的感觉 似乎在我不知道的世界里 他已经保护了我千次万次 我不知燕木青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 帮我请到了国际上 最好的顾客专家 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说 幸好受伤后 第一时间处理妥当 又送一级时 手腕损伤 没有到不可逆的程度 只要之后好好养着 做好恢复训练 还是可以继续拉小提琴的 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盯着被包成粽子的双手 来回看 越看越觉得他们可爱 我开始庆幸 庆幸过后便是后怕 幸好当时遇到了燕木青 幸好燕木青会处理外伤 又幸好燕木青 及时的把我送到了医院 爸爸妈妈果然还是爱我的 即便他们离开了多年 却仍旧在我最痛苦 最无助的时候 把燕木青送到了我身边 兜兜转转 小王子最后 还是决定回到他的星球 去寻找保护 对他来说独一无二的玫瑰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燕木青讲完了一个新的故事 我却听得有些难过 扭头问他 那小狐狸怎么办啊 不管看过这个故事几次 还是觉得他好可怜啊 燕木青看了我几秒 才回到 不会可怜的 小狐狸是心甘情愿被驯服的 他只会觉得幸福 我摇头 不高兴了 难受的都要哭出来了 于是燕木青又问我 那如果献于是小王子的话 会怎么做选择呢 是会为了小狐狸留下来 还是会回去找自己的玫瑰 我被问猛了 努力转动脑袋思考 就不可以 不去招惹小狐狸嘛 但是那样 小狐狸一辈子都会是孤独的 甚至连一段快乐的回忆 都不会拥有 岂不是更可怜吗 我被燕木青绕进去了 坑制半天憋不出一句反对的话来 所以干脆无理取闹起来 我不管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燕木青笑了 声音似乎很无奈 我却听得莫名耳红 好好好 是我错了 下次不讲这个故事了 那献于想吃什么 我去买来给献于赔罪 我压抑着情绪 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想吃皮蛋瘦肉粥 离开之前 燕木青伸手帮我噎了噎被子 好 我这就去买房门清响一声 我拿出燕木青买给我的手机一照 才发现自己从脸红到了脖子 病房门又响了一下 我心虚般的收起手机去看 你怎么突然返回来了 献于 是我看到是温然月后 我下意识地往对方身后看去 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脸上是止不住的失望 温然月大概也看出来了 脸色顿时不好了 献于 你在找谁 我扭过头去 不看对方 我现在不想见你 请你出去 不想见我 是想见那个才出现了没多久 就对你百般勾搭的 不要脸的燕木青吗 我顿时怒了 你才不要脸 你和温含星 温云初都不要脸 不许你那样说 燕木青温然月脸上 突然露出苦笑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李建玉你真是好样的 我们和你在一起多少年 燕木青才和你在一起 你多少天 你现在就迫不及待 尚赶着维护他了是吗 我冷着脸 举起自己人就绑着绷带的手 给温然月看 是啊 和你们在一起 不是受伤就是难过 还总是要面对你们 突然的冷淡和小脾气 甚至被你们 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呵斥 把我辛苦制的围巾 给他做口窝 扔到我做的酒尿园子 把发糕烧的 我一个人扔在山上 你自己看看 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我过得好吗 就因为是你们姐妹的宠物 所以我的心情 我的身体 我的感受 就都不重要是吗 温然月看着我的手腕 白了脸 面无血色的摇头 不是 不是这样的羡愈 我们是有原因的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收回手 不再看他 或许吧 但我不想听了 你走吧 别再让我骂你 温然月亮腔着脚步离开了 我打开手机 给叶木青打电话 得到对方马上回来的消息后 心情才好了点 当叶木青 跨着满身我爱吃的东西 动作笨竹地 打开病房门 朝我笑的时候 我想 不管温然月他们是真的有苦衷 还是故意找的借口 都不重要的 反正我不在乎了 手腕的伤 好得没有那么快 我还是错过了小提琴比赛 但是好在 我还有在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听说墨竞子好像也参加了小提琴比赛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比赛前夜的时候 又被人伤了手腕 两只手腕都骨折 进了医院 最后没能参加成 书院那天 我回了温家的别墅 收拾自己的东西 叶木青开着车 在外面等着 自从墨竞子出现后 温然月他们三个人难得的都在家 我进客厅后 温寒星惊喜的来迎 谢玉 你终于好了 我之前去看你 都被拦着 我 我侧身 躲开他的手 别碰我 我显恶心温寒星 煞食苍白了一张脸 僵硬地站在原地 不再动弹 温云初也小心翼翼地望着我 谢玉 我 我想吃酒量园子了 你之前说过的 不论我什么时候想吃 你都会给我做的 我抬脚往楼上走去 没看温云初一眼 那就当我以前说的话 做的酒量园子 都会搞了吧 我捡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往行李箱里面装 拿到父母给去世那天 给我求的玉制吊坠时 我第一次鼓起勇气 把吊坠从盒子里面 拿了出来 手指抚摸过水润玉面 有些凹凸感 我对着灯光一看 才发现吊坠正反面 竟然都刻着字 反面一个墓 正面一个线 我愣住 直居那个墓字 是叶母亲的墓 原来我们曾经 竟然如此亲密码 一遇双鸣 因缘早定 心脏酥酥 麻麻的 传来一阵不自知的余悦 我把吊坠捂在胸口 似乎看到了 离开好久的父母 对着我宠一调侃的笑 父母离开之前 给我留下的足够的资产和房子 本来18岁之后 就能搬出去的 却因为温云出他们的阻止 没能成功 这下他们总没有理由了 我拉着箱子下楼的时候 别墅里面静悄悄的 温然月他们三个人 均是沉默着 深沉着一双眼 看着我的动作 离开之前 温然月伸手 攥住了我的手腕 她黑眼圈严重 神色无比憔悴 眼神中满是恳求 献愈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是有苦衷的 我放下行李箱 然后在温然月 骤然亮起来的目光中 看着她 忽悠笑道 你知道吗 在曾经 我也有奢望过 和你在一起的 温然月瞪大眼睛 欣喜之情言语表面 献愈 我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 在温然月 惊喜到不敢置信的表情中 我伸出手 用力地 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 然后看着她 轻声道 但是现在 不好意思 我不想要你了 我嫌你脏 温然月眼中的光 渐渐明灭 脸色瞬间苍白无比 我回头 又看向脸色难看的 温云初和温寒星两人 冷淡开口 还有你们 以后没事 不要找我 哦 有事更别找我 直到出门看到燕木卿之后 我的心情 顿时开朗起来 你猜猜 我刚刚发现了什么 对方伸手 自然地帮我接过行李 笑着反问 难不成是发现 你终于对燕木卿心动了 我定住 迎着光 忽悠歪头看她 笑着回应 对啊 发现李献玉 原来很早很早之前 就对燕木卿心动了 这下 换成燕木卿梦啊 她傻傻站在原地 反应过来后 顿时有一种手足无措感 耳间脸颊瞬间染上胭脂色 难得的小女儿家情态 咔嚓一声响 在燕木卿哀怨的目光中 我淡定收起手机 只是耳间 也是止不住的发烫 离开温家的几天 燕木卿带着我 去了好多留有美好回忆的老旧地方 苍天大树下 她笑着和我说 这是我们以前过家家的地方 还记得有次我调皮 爬到了大树最上面 最后却怎么也下不来了 丢人的哭鼻子 还是你一直安慰我 找人搬来的梯子 才救下了我 结果我刚刚落地 就翻脸不认人 威胁你不许把我哭鼻子的事情说出去 结果被我爸妈拿着鸡毛胆子追着打 我想了想那幅场景 没忍住笑出了声 又引得对方脸色一红 趁路道 你取消我 看我挠你痒痒 枝丫作响的鞦韆旁边 燕木卿面带回忆 小时候我在这里打鞦韆 绳子断了 我飞出去 正好磕掉了本就摇晃的门牙 那段时间说话漏风 没少被别的小朋友嘲笑 然后你就帮我嘲笑回去 结果惹恼了他们 被他们一哄而上围攻 你就带着我狼狈的跑脑海中 模糊的画面一闪而过 小女孩哭脏了一张脸 门牙和下牙割少了一个 说话漏风的放着狠话 可爱到能让人心脏爆炸 我又没忍住笑出了声 燕木卿却突然羞脑 李仙玉 你再敢笑试试 我举起双手 脸上笑着 做出投降的模样 才勉强哄好傲娇的燕大小姐 我们又去了下一站 一个老旧喷泉 这么多年 喷泉几经维护 却始终没有被大改过 燕木卿突然蹲下身子 在喷泉部远处挖着什么 然而对方换着地点 挖了半天 除了搞了满身满手的土以外 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她站起身来 那一刻 似乎很悲伤很悲伤 莫名的 我走过去抱了抱她 没关系 没挖到也没事的 只要当初是你和我一起埋的 就可以燕木卿 看了我好长好长的时间 才笑着点头 谢玉说的 对 心里了手上的泥土后 燕木卿又指着喷泉 小时候我们经常往里面扔硬币 一开始是许愿 后来就比谁扔得更远 我没你力气大 却又不肯服输 于是 燕木卿突然不说了 我好奇地低头问她 于是怎么了 燕木卿看着我 突然调皮眨眼 于是我便趁着你扔硬币的时候 偷偷亲你 你手一抖 硬币在喷泉沿上遛了一圈 落到了外面 我便开心地笑 骄傲地宣布自己赢了 我木然红了脸 伸手去无燕木卿的嘴 好了 我不好奇了 你别说了对方无故地睁大了眼睛 声音含糊不清 我说完了对方目光明亮 暗藏着脚下 显然是在报复我刚刚无情嘲笑的不良行为 我服额 无奈地笑 心中却止不住地冒着甜泡泡 很久不联系的温云出 他们发来了宴会情帖 我下意识地看向旁边帮我包下的燕木卿 对方随手把瞎塞进我嘴里 扯过邀请函盯了片刻 去呗 正好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 我的心脏没忍住快跳了几下 问他 什么重大的事 燕木卿便看着我笑 献于猜猜看我其实猜到了 但是不确定 但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我却下意识地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一段时间不见 温云出他们都憔悴了好多 就连墨镜词 都没有以前那么亮眼了 宴会开到一半 温父突然上了台 拿起话筒 大家都先安静一下 相信在场的不少人都知道 献于父母出世后 献于就因为身体的原因 一直生活在我们家 这么多年 我带献就像带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正好献于的年纪也到了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的机会 让献于自己来选个未婚妻 也算了了他父母的一桩心愿 温父说完 乐呵呵的视线便在我和温云出 他们三个人之间打转 意思不言而喻 一片寂静中 莫镜词端着酒杯 眼神霸道 不懈地撇向我 问温云出三人 听你们爸妈的意思 是要给这病秧子选老婆 你们三个谁上啊 因为之前十几年的刻板印象 所有人包括温云出三人 都以为我会在他们三人当中 选出订婚对象 故而他们纷纷反应剧烈 急着和我摆脱关系 他们说 李仙玉不过是个病秧子 怎能和静词你相提并论 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 和他订婚的似乎每次都是这样 莫静词在场的时候 温云出他们对我是不懈看不起的态度 但是墨静词不在的时候 他们又表现得千般万般的痛苦 恳求着我的原谅 万众瞩目中 我伸手指向了燕木青 我说 我想取他几声碎杯声响起 众人又寻着源头看去 发现是温然月手里的高脚被碎了 玻璃扎刺了他满手的血 温寒心的杯子直接被他扔在地上 粉身碎骨 温云出正正地望着我 眼眶通红 一片沉寂中 温富男看着脸色开口 哈哈 县宇真会开玩笑 谁不知道你最喜欢温然月了 想取的人也应该是他 才是燕木青直接上台 不客气地把温富推了下去 动作强势 脸上却笑眯眯的 温伯伯才是开玩笑呢 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 我不说什么 但随意替险玉做决定 是不是 太把自己当盘菜了 温富从未被人这么落过面子 颤抖着手指着燕木青 悲气得说不出话来 燕木青可不管他 站在台上 闪闪发光 看着我的方向笑得开心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了 那正好宣布了我和险玉的喜讯 我爸妈已经买机票了 马上飞回来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给大家发邀请函了 懂事的再来 脑子不清楚的 我就不招待了 也别舔着脸去 还有墨镜词 你故人伤我未婚夫手腕的事情 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等着接受法院传单吧 燕木青说完 不顾众人的喧哗 跳下台 拉着我往会场外面走 我的心脏怦怦怦地跳着 又没忍住勾起了嘴角 余光瞥见温然月 他们似乎往外追了两步 但被墨镜词黑着脸拦住了 我不在意地收回了视线 燕木青带着我 去看了一场盛大的烟花秀 很漂亮 和他这个人一样 都让我喜欢得不得了 我见了燕木青的父母 一开始非常忐忑 后来被他们夸得面红耳赤 忍不住用眼神示意燕木青 让他帮帮我 顿时又惹得燕妇燕母 一致善意的哄响 发了结婚情帖的第二天 天色阴沉 温然月找上门 不过一个月不见 他便神容憔悴 再也不见当初的一起风发 仙玉 墨镜词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 我们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不能和别人结婚 我皱眉 没理会对方 直接关了门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 外面飘起了细雨 几声轰隆声过去之后 雨也大了起来 燕木青半靠着我 挑选着敬酒礼服 我听着雷声 有些心不在焉 燕木青大概也看出来了 去阳台看了一眼 回来告诉我 没事的 他已经走了 我松了口气 还是把当初学校器材式的事情 说给了燕木青听 我只是觉得 他的膝盖都是因为我猜 第二天 燕木青就带着一队 最专业的医学团队 去了温家别墅 温然月烧得昏昏迷迷 躺在床上 一系列检查过去后 燕木青拿着报告 黑了一张脸 他给我看结果 陷雨 他是骗你的 他的膝盖根本没有是我愣住 看向床上的温然月 一系列检查下来 他人还没清醒 嘴里含糊着叫着陷雨 我突然有些难过 不是为了温然月 而是为了过去 被人骗得团团转的自己 温然月的一句膝盖疼 我做了多少 自己极不情愿的事情 到头来 倒是显得自己 像个笑话一样 我拉着燕木青 离开了别墅 我想 我再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 结婚前一天 我收到了温云初的一个视频 是他从垃圾桶里面 拿出所有酒尿园子 一口一口吃掉的画面 他留言 献愈 我没有浪费 我都吃了的 他又说 你现在年轻 爱玩 被燕木青迷住了 和他玩上一玩也行 只不过那天燕烦了 记得回来 我会永远的等着你的 我生气他说燕木青的坏话 反驳他 他却完全不理会 只顾自说自话 我烦了 干脆拉黑他 他便每天 在好友申请验证里 给我留言 我不再去理他 结婚那天 好久不见的温寒星 出现在婚礼现场 我抱着燕木青 警惕地看他 他看着我眼里的防备 脸上的表情似乎很伤心 我只是 来给你送这个 你把它望在别墅里面了 我低头看去 是我之前很珍惜的白色书包 我伸手 把书包打落在地上 我不想要了 你扔了吧 温寒星愣愣地看向地上的书包 却一下子红了眼眶 真奇怪啊 当初他自己重重扔掉我的书包时 也没见这么伤心啊 是他们教会我的 礼物和心意在他们哪里 是可以不被珍惜的 干什么现在又做出一副 被辜负的样子出来 燕木青拉着我转身离开 温寒星被拦在了外面 没有进来 婚礼的事情忙完后 我打算和燕木青去到处转转 看看以前惺惺惺惺的好看景色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 一个疯男人突然朝我冲了过来 李仙玉 李仙玉你不能走 你走了 我会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的 我绊抱着燕木青后退几步 保安及时上前 拦住了那个疯男人 我仔细打量 才发现是许久不见的墨镜词 他变了好多 身上伤痕累累 精神状态也不是很正常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们都是疯子 都是疯子 他们是故意的 故意在我面前演戏 就是为了迷惑我 系统 系统 我要离开 要离开 墨镜词嘴里喊叫着 突然朝着机场的柱子上面撞去 对 只要死了 只要死了就能脱离世界了 可惜没等他撞上柱子 就被人拦住了 温云初 温然月 温寒星带着人 冲了过来 不好意思 把精神病放出来了 打扰到大家了 我们马上处理墨镜词被拉上车之前 还奋力的挣扎的 可惜也只是徒劳 温然月扭过头 等着脸 不理会他 只是攥紧了叶木青的手 有时候 不在意 比歇斯底里更能伤人心 温然月脸上的笑果然维持不住了 神色勉强了起来 叶木青回窝我 挑衅般的看温然月 非清非故的 和陌生人有什么好说的 没事的话 我和县玉的登机时间到了 麻烦几位让路 我看到温然月他们攥紧了拳头 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极力忍那些什么 但最后 还是让开了路 县玉 我们会永远看着你的 绝对不会 再让你有事的我没回话 也没有看他们 只是拉紧了叶木青 和他一起离开 飞机上 我问叶木青 墨镜词 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叶木青笑着 帮我盖好了毯子 言语间不慎在意 别想了 先遇 睡吧 我也不会 再让你出事了一阵困意袭来 没等到真正的答案 我就睡了过去 迷糊之中 我似乎看到了好些自己惨烈的结局 淹死的 被车撞死的 被人捅死的 坠击死的 我喘着气 猛的睁开眼睛 几乎控制不住的想要流泪 我扭头 问叶木青 那么长时间独自待着 小狐狸真的不会孤独吗 我看到了叶木青凑近的脸 他低头 轻在我额头 不会的 小狐狸只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 噩梦已经过去了 从此以后 围着我们献狱 平安喜恶 顺遂一声 我扭头 窗外蓝天白玉 一片祥和 还好 只是噩梦 完 温然月 翻外 在睁眼的时候 是熟悉的房间 熟悉的时间 第三十三次循环 开始了 我打开备忘录 在车祸死亡上 又加了一 原因 参加小提琴比赛 出门的时候 我和温云初 温寒星 他们对视一眼 便知道他们也重生了 整整三十二次 我看着李献狱 各种惨死在我面前 心脏早已经千疮百孔 不过也好在 三十二次的实验 让我们摸出了规律 只要留住那个外来人 消耗到他的所有积分 献狱就可以没事 墨镜词出现的时候 我们知道 狩猎开始了 我们不能在墨镜词面前 表现出对献狱的在乎 不然 他总会有千百种道具 去伤害献狱 酒吧的时候 墨镜词让我打电话 喊献狱过来 我听见他和系统说 如果温然越拒绝 就给那个病秧子 安排个小车祸 敢拒绝我 我就要让他在意的人痛 所以我不得不打电话 因为他刚来 所以他手里的积分足够多 我不得不先顺着他来 墨镜词问我是否言而无信的时候 我听见他和系统说 如果温然越舍不得 那就给李献狱安排个恩迷 要环节加快进度吧 他和别人女人睡了 温然越他们自然就隔应了 有了上几时的教育 我不敢赌 所以给献狱为了酒 但是我没想到 叶木卿会突然出现 这让我一瞬间 生起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但是后来献狱晕了过去 我便再也顾不得叶木卿了 慌乱地送献狱去了医院 我还特地喊了温云初 温寒星他们过来 就是怕发生什么意外 温寒星和温云初 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先安抚住墨镜词 不能让他发现不对离开 不然 献狱会迎来又一次的死亡 我们不敢也不能和献狱说实话 因为之前我们每次说了没多久 献狱就会高烧不止 醒来后 就会忘记我们说过的话 世界好像在针对我心上的人 而我 全力以赴 却还是会被他嘲笑自不量力 去病房探望时 墨镜词带了一条围巾 我很熟悉 但是我不能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 那是系统的防品 一模一样 但终究是假 我知道献狱注意到了 我知道献狱很伤心 但我除了咬的腮帮出血外 毫无办法 墨镜词约着我们去爬山 我们没有拒绝 因为每多一次的接触 就可以找机会 让他多用些道具在我们身上 多消耗他一点积分 献狱就多一份安全 献狱发烧了 我们应该送他去医院的 可是当墨镜词问 我们不会放他鸽子的时候 我们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了 有一种想要强烈 答应他要求的冲动 我们知道 这是他用道具了 所以我们答应了 我们不敢留献狱一个人 怕他出事 前面三十二十 让我太害怕了 墨镜词说献狱坏话 被燕木青教训的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也很解恨 但是却不能表现出来 但是看着燕木青 和献狱之间的亲密模样 我心中又酸得冒泡 墨镜词污蔑鲜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但那一瞬间 脑海里面却一直营绕着一道声音 说李献狱很恶毒 其实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怕墨镜词看出问题 温云初和温寒星显然也这么想 所以我们都忍着 忍到浑身颤抖 却仍旧要违心 偏向另外一个无比恶心的男人 从缆车下去的时候 我马上给王叔发了消息 让他来接人 我告诉献狱不要动 缆车离开之前 献狱的表情让我很心疼 心疼到想要直接把墨镜词 从缆车上面丢下去 但我不能 因为如果那样 献狱会又一次的死亡 王叔没找到献狱 我们都不知道 墨镜词竟然偷偷 在献狱身上用了道具 就像前面每一世一样 好像有什么 在刻意的阻挡我们 燕木青突破道具找到献狱 是个意外 是个bug 我们都很惊讶 但是我们又很感激 他就下了献狱 几次下来 献狱还是像小时候那样 燕木青一出现 他眼中便没有了我们 小时候偏执 不懂事 只觉得自己受到了忽略 于是为了惩罚李献狱 为了让他以后眼中只有我们 我和温寒星 温云初 寒冬腊月 把他骗到老旧漏风的废弃屋子里面 关了一夜 被他父母抱出来的时候 李献狱已经烧得昏迷了过去 为了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李献狱的父母出了车祸 李献狱也自此烧坏了身体 我们愧疚 故而加倍的对他好 那个燕木青却在那个时候出了锅 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心里面一边骂他 一边却有卑劣的庆幸 他不在 献狱就彻底是我们的了 燕木青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去探望李献狱 我找他理论 却被他塞了一个头盔 他说 有那时间 不如先解决了墨镜词再说 我震惊于他的话语 收下了头盔 后来多次实验 才发现那东西能消耗系统的能量 让他无法离开这个世界 也无法给攻略者兑换道具 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尽办法研究的东西 宴会上 那个老不死的说出那话后 我们都知道他的目的 无非就是贪图献狱父母留下的资产罢了 我们可以嫁给献狱 但不能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想嘲笑他的死老头子 嘴里面却控制不住地说出了伤人的话语 那一瞬间 我恨不得杀了墨镜词 献狱选择了燕木青 我才知道 原来麻木的心脏 也是会疼的 跪在献狱楼下的时候 我的膝盖很疼很疼 隔着雨幕 我看到了燕木青 他站在阳台 和我对视片刻 拉上了窗帘 献狱一直没出来 直到我昏迷 被人悄无声息地扔回了家 发着高烧的时候 似乎一直有人在动我 我好像看到了献狱 伸手去拉 却怎么也够不到人 后来我清醒后 温云初给了我一张报告 是膝盖经检查无伤的结果 也是燕木青给献狱看的 造假的结果 我捂着脸笑 笑着笑着就哭了 第一事的时候 我凭借着膝盖的事情 从献狱哪里得到了太多的关心 温云初温寒星他们吃醋 借着体检的名义拉着我检查 他们都怀疑我是装的 直到检查结果报告出来才死心 其实他们不知道 当初那把刀伤的 确实很轻 是我自己用了力 又狠狠地把刀推进去的 我很卑劣 也很恶心 我知道献狱心软 所以我利用这一点 就是要李献狱 一辈子都记着温然怨 可惜 如今这一点 被燕木青生生抹去了 即便我拿着真正的检查报告 再去解释 李献狱也不会再信了 李献狱离开那天 墨镜词跑出去了 我们借着抓他的油头 去见了献狱 他比之前开心了很多 紧紧地拉着燕木青的手 让我极度地 想要直接砍了燕木青的胳膊 不过 算了 苦了三十二世 这一世 便让献狱 好好地去放松放松吧 至于墨镜词 我会拉着他 只追地狱 我把手头五分之四的资金 都投入了科研中 只为在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的下一世 给恶心的外来者 打造天罗地网 不再让献狱受丝毫委屈 希望到时候 我的献狱 还能再看我一眼 燕木青 翻外 李献狱一家出车祸了 我不肯离开 然后就无限地陷入死亡 再回到的刚刚之车祸消息的那一刻 第十八次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多了一本书 献狱是被拉踩下的世界男主 世界规定 他必须在六岁那年父母双亡 落得病弱下场 第三十三次的时候 我向世界妥协了 飞往国外 温家那三个混蛋 把他的消息瞒得很紧 只偶尔 我能得到献狱的消息 期间 我想回去 但航班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取消 我驱车 车子便频繁爆胎 抛苗 世界在阻止我回去 每次只有到献狱葬礼的时候 我才能回去 在墓碑上 看他最后一眼 我开始疯狂研究人工智能 研究代码 研究先进的阻扰电波技术 直到第九十九次的时候 我带着研究成果 飞回国内 然后在献狱的葬礼上 和那个外来者 连带着他脑内的东西 同归于尽 这次我重生之前 似乎听到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 他问我 你身上明明如此多功德 只要不管你献狱 便可有最成功的未来 为什么非要执迷不误 我数终止 骂了他一句傻逼 折去这是一半寿命 我可以放过李仙玉 保他一事无忧 我问他 那下一世呢 那东西便沉默了 于是我又说 我还是再死一次吧 我们下次再见 那东西便又开始 奇迹败坏的骂 骂累了 他说 下一世我不让他父母出世 甚至下下一世 今后的生生世世 我都可以保他无忧无虑 但是 我改变主意了 你要答应我另外一个条件 我想了想 仙玉父母不出世的那幅场景 觉得挺好的 那样仙玉应该会幸福的吧 所以我答应了 反正已经死了恋回了 那玩意要敢骗我 大不了接着玩命和他搞 我在睁眼 第一时间买了回国的票 很好 航班取消 我面无表情地骂了一句 开始被车被干粮 开始准备回去 就算见不到仙玉 那乍一闸系统完 也挺好的 好不容易回了国 但是前世的研究成果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搞出来 所以为了不让万来系统 发现端倪 从而无端地生出事端 我没敢频繁在墨镜词面前出现 也不敢一直陪伴在仙玉身边 我加班加点 几乎牺牲掉了睡眠时间 总算是用最短的时间 让研究作品进入收尾阶段 爬山的时候 我借故霍温然约他们离开 本意是想要把研究出来的东西 交给他们 毕竟 他们才是系统重点关注目标 下手比我更方便些 但是我没想到 天道那玩意又针对我 让我在原地绕圈 死活走不出去 我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随手拿起一根尖锐的树枝 就要往脖子的大洞脉出刺去 死玩意 如果这次我还走不出去的话 咱们怕马上就要再见面了 很庆幸 我这次 成功从鬼打墙中绕了出来 从那群恶徒手中 救下献玉的时候 我想 我下次得让那看不见的玩意知道 祖安语路有多狠 不过第一次 救下了鲜活的 年少的献玉 那一瞬间 我甚至连哭也哭不出来了 温然月跪在门外 我骗献玉说他走了 温云出发的直播视频 我偷偷地删了 献玉后来也一直没有发现 温寒星带来的白色书包 我让人涂上猪油拿去喂狗了 欺负了献玉这么多次 不管什么理由 总要报复一下吧 飞机上的时候 突然惊醒的献玉迷糊着问我 那么长时间独自待着 小狐狸真的不会孤独吗 我亲了他的额头 用实际行动回答他 我出现在你面前 顶着世界的恶意 经历过海上风浪 也埋没过山间泥石 喝过露水 吃过树叶 车坏了 我便用走的 腿瘸了 我便拄着拐 只要我还在世 无论世界如何阻挡 168天 克服重重险阻和困难 我从冷博的芝加哥 赶来戏国首都 只为见你 即便我知道 见到你后 我会死 世界坍塌99次 灵魂撕裂99次 但是第一百次世界重启 我仍旧选择回来 见你 此间重重伤痛 我甘之如鱼 无怨 亦无悔 全文完